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正地震法 因为现在大家都怕地震 印尼有地震 刚刚有过地震 你们回去好好修这个法 这个大孔雀冥王 他有正地震的方法 你在坛诚面前 布了孔雀冥王的坛诚 在坛诚空出一个位置 要起四方土 四方土什么是四方土啊 东南西北是四方土 东南西北是四方土 好像我们住在华盛顿州 我们东南西北啊 这个西呢 就在太平洋那边啊 去挖一公斤的土 一公斤 太平洋的边缘 挖一公斤的土 东方土呢 到斯伯克恩 去挖一公斤的土 这个 往南方走啊 就是要过那个 在乌克兰那边啊 乌克兰我们不管啊 到乌克兰那个大桥的旁边啊 去挖一公斤的土 我们不管文科吧 我们到了那个边界的地方啊 挖一公斤的土 就是四方土啊 放在孔雀明王的前面 插上孔雀鱼 四个孔雀鱼 你如果是一个大孔雀明王的行者 已经跟孔雀明王相应 你有感应到孔雀明王呢 你开始持咒 持一万遍的咒 念一万遍的孔雀明王咒 念完了 把这个四方的土 拿回原来的地方 原来的地方 你挖那土要做记号的 挖那土要插一根竹竿啊 插一根竹子做记号 把那个土送回去 西方的送到西方 东方的送到Spotkane 南方的送到那个桥 北方的送到那个过境的地方 这个要过去就是 那个加拿大了 你送到那个地方去 放在原来的土上 告诉你 罚中正州 就不会有地震 记住哦 记住哦 记住有一点很重要哦 你今天啊 你把东方的土 送到西方 西方的土送到东方 南方的土送到北方 北方的土送到南方 地震就来 还要告诉你一点哦 你说哎呀 这个土啊 少少少少少少 这个土很很那个的 干脆只拿一点点 去送过去就好 也会有地震 哪一斤就要还一斤 要蹭得好好 蹭得好好一斤 一斤的土哦 哪一斤你就要一斤 震地震的法 你晓得 台湾八把水灾 土石流 哇 那个叫小林村啊 不是大林村啊 小林村 通通埋掉 我们好像有一个弟子 我们生活中有弟子在那里 有弟子一家人在那里 那个土石流一来 全部埋掉 我们的弟子在睡觉 睡得打呼啊 屋顶上都要震动 打呼我是 我一个人睡 我不知道有没有打呼 我是不知道了 但是师母有打呼 我知道 他还是客气的 生意很小 他还是客气的 有一次我跟连伙上司去日本 我半夜 抱着棉被逃走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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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联伙上司啊 跟我去日本 那个人家邀请我们去 我跟灵火上司睡一个房间 半夜 我穿着内裤脱泡 抱着棉被 跑到别的房间去睡 好恐怖了 这个虽然讲地震法 这个土石流下来了 我们的弟子 全家人都在睡觉 第二天他醒过来 一看窗外 怎么左右灵机都没有 左右灵机都没有 剩下他的房子还在 所以皈依师尊 有这个好处 这土石流从后面山上一直下来的时候 既然力量太大把他的房子浮起来 然后流过去 把所有的左右灵机全部都埋了 剩下他一个房子被浮起来的 他的房子能够浮起来 我就觉得很奇怪 然后他还在打呼呢 还在打呼呢 早上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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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柔柔眼睛 一看窗外 什么所有房子都没有了 剩下他的房子 这个就是真佛中的弟子 有父法有灾 刚刚的阵地 正法 大家有没有听明白 应该够清楚的啦 我以前回台湾 我住了三年半 我是台湾人 我很想往过去 台湾来的这一种呼呼叫的声音 很想往 总要住三年半 总要遇一个吧 因为台湾一年 所生产的台湾有十几个 甚至二十几个 有的经过台湾 有的没有 我住三年半 台湾啊 就是美国的季风啊 全部转枪 我们在出入口那边 有一个官员 把我进入台湾的资料 跟出去台湾的资料 把它找出来给我 证明那一段时间里面 全部没有台湾 为什么台湾会转向 因为你只要过了孔雀明王印 你跟孔雀明王相印 你就以孔雀鱼 对着台湾来的方向 念一万遍的咒 你想看 念一万遍的咒 台湾不是过了吗 不是这样子的 平时你就要念一万遍的咒 到了真正用到的时候 念 你只要念一万遍的咒 你只要跟大孔雀明王相印 孔雀明王的法力 发作 然后台湾就转向 他就转到日本去 我们日本有两个上司 蓮花敬香上司 蓮藏 蓮藏 蓮藏上司 蓮藏 黄蓮花同志 他们如果念也学这个 转向到台湾去 那大家就要比法力了 对不对 看看到底要转哪里 叫他向后转 回到关岛 回关岛 关岛呢 有个汉涛师兄啊 他也相印了 他也结一个手印 转到塞班岛 就去塞班岛 这台湾可以转向 水也可以退 所以佛斋呢 用这个方法 佛斋用这个方法 念孔雀明王咒 一万遍 解孔雀明王印 对着佛的地方 勒令 佛速速熄灭 天降大理 或者轰把它扫 把它扫到别的地方去 佛就没有 现在加州大佛啊 加州有大佛还在 回去好好地念一万遍 可能佛已经洗了 以后平时你就要念满一万遍 解孔雀明王的印 你就可以做法 因为你用孔雀明王的孔雀鱼 就是降伏 就是降伏印 孔雀鱼就是降伏印 可以叫水退 佛心内 台空转向 地震停止 是有这样子的方法 所以大孔雀明王 他的相应念诵法 是可以这样子做的 自己就是过去死 因为过去你的因 变成金氏的果 那么未来要怎么走呢 你这一次所做的 就是你的未来 为了洗涤过去的罪业 为了执服未来的善果 台湾累脏寺一年一度的 梁黄宝灿大法会 即将在今日结灿 并且举行地藏王菩萨瑜伽宴口大法会 欢迎您把握今天报名参加 在之前我们看到了连生活佛 在荆棘雷葬寺的开示 我们现在就继续来听连来讲师 在当天延续姚池基姆 金丹大道的提问 刚刚谈到金姆的金丹大道 那么有关于金姆说 把这个水火在行轮交汇 他所结出来的名点 那那个名点就是丹 那么这是还算是一个 还没有解脱究竟的 那么他说 要说解脱究竟法 要走这一个大周天 那请示师尊 大周天的运行 是不是就是五轮 中脉五轮完全打通的 这样的一种方式 修道家的都知道 都知道什么是小周天 什么是大周天 小就是小的循环 大就是大的循环 在密教就有五轮 就有五种气 那有所谓上行气 下行气 偏行气 这个心气 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气 火伙伙伴气 对啦火伴气 还有一个叫火伴气 那个火伴气比较难记 因为上行气 是管上面的循环 下行气 是管下面的循环 命气是不动的 在心 平行气 是整个周边的循环 火伴气 就是在济伦周围的 济伦周围的行凡 那个虽然密教有讲五种气 那你刚刚所问到的 那一种行凡 大周天小周天 大周天小周天 夜是寻凡 像大周天夜是寻凡 这个气夜是寻凡 会让你的身体 本来是粗的身 我们身体本来是粗身 叫凡夫身 叫粗身 修行在进步的时候 就变成细身 在寻凡的时候 能够通气的时候 叫细身 修到最后变成最细身 最细的身 真正到最后 就变成光明身 这个光明身 就是金丹成就 所以我们炼气的人 经常在寻凡 经常气在寻凡 一直在做 天天在做 像我 我早上 一定要修气 中午也要修气 我甚至于北上 南下 这个南下 北上 在这高铁上面 我修二十口气 就到了 到台北 修二十口气 就到台北 从台北回到台中 二十口气 也就到台中 到高雄 二十口气 就到高雄 二十口气 回来 就到台中 我在高铁上 也在修气 看到我在修气 是谁 你有看到 还有连宗法师 也看到我在修气 只要修二十口 就到了 所以我一直在修气 不停的 每天我做完早课 一定先修气 一定先修气 我不管任何 每一天 每一天 我都是在修气 所以真正的 大周天 就是 把气 扩充到 全身的形犯 小周天 就是说 你把气 引到当天 然后再顺着 背后的脊椎骨 往上 到眉心 出来 就是小周天 一直 气到当天 下当天 再 从脊椎骨 运到 这个上当天 就是小周天 大周天 是 把所有的气 运转在前身 像偏行气一样 所有前身的气 全部通通都 都跑到 所有的气 在前身里面 全部跑到 就是大周天 那为什么要 运转这些气呢 让脉能够通 让脉能够通 那你就会把这个凡夫的这个出身 变成细身 细身又变成最细身 最细身的时候脉脉相通 前身的脉全部通的时候 你就放光出来了 就得到光明 就是 精灯成就 当你既要 身心 无法 跌坐 那 我的心所就是 谁 我把感情 放在鱼上面 卢盛雁文集第210册 写给雨 即将推出 我们之前也说过 连生活佛一抵达 无歌窟 天空就开始打雷 呈现阴天的状态 而导游小林 本来计划我们来到这个最佳拍摄景点 就是希望能够看到美丽的夕阳景色 不过仿佛是天空体续着我们快要中暑的团圆 一行人的头上始终有着大片的云朵 当作最好的遮阳伞 虽然没有了夕阳 可是没有那么热了 真是轻松许多 导游林志雄 眼看着天空密云又打雷 真的是很怕大家变成落汤鸡该怎么办 一度不想要深度旅游 意思意思带我们逛一下就好 而圣尊连身活佛根本不担心下雨 就是看到你人生应该带我们看哪里 你就看到 好了 好不然再往前面一点呢 就是印度所记载的天堂里地 吴哥窟会列为世界遗产的价值 这里的浮雕壁画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小吴哥的回廊里头 记载的大多是印度战争史诗和神话故事 最有名的包括罗摩野纳 天堂与地狱 五海翻腾等等 据导游说 吴承恩的西游记 还有可能是copy这里的猴王神话故事的 中国古代有著名的西游记里面 的苏母公 就是借用这部什么故事来去用 这么壮观的浮雕艺术 我们也看到了后人家诸在上的后遗症 那就是爱动手去摸 月下方的浮雕被摸得油亮油亮 大家个个没有身高像姚明那么高 所以摸不到上面 你知道大家就摸下面 其实那个浮雕 那边比较亮 但是呢它的那个整个五光 那个角度全部被摸掉 我们每个古迹上面 它的走廊都有天花板 是木座的天花板 把上面那个最丑陋的那一层给遮掉 为什么我们在发现每个古迹的时候 每个走廊都有大量的税物 都有大量的税物 分化了那个税物 再加上在这里 外国找到两万这么大 完整的花管的雕刻 木头的 所以它确定会有天花板给大家 所以它用水泥做了天花板 柬埔寨固然曾被法国殖民 但说实在的 还很感谢法国的考古和维修 使得吴歌窟能保留现存的古迹 走出回廊 我们在东面的墙壁上 也看到了印度教重要的创世纪神话笔标 也就是匹斯奴神平衡神与魔的拉扯 著名的搅动如海 为什么会有如海呢 盛尊固定的诱法的学问 唯唯道出 那个宇宙这边就是新密山中心 四大洲八小头 然后七重山七重水 那七重水就等于是海水一样 离开了如海翻腾 我们穿越了摩尼宝堆 这回终于要朝代表须名山的塔庙前进 我们知道吴歌窟 是吴歌城内唯一朝向西方所盖的国庙 背向日出的东方 这就代表着象征国王是东方唯一的神王 这种伶俐的塔庙 也是旅游必到的景点 不过现在已经不开放给游客攀爬了 这全四个再加上来进门三个 一共有十二个 它代表十二座的景色 十二个 就是四大洲八小洲 加起来刚好是十二座 代表那个宇宙嘛 中央是西宁山嘛 东盛神洲 西牛鹤洲 北极卢洲 南枪卢洲 就五个啦 然后在周围 又有八个 就十二个 中间的西米山不算 就一共有十二个州 然后一般来讲他们州跟州之间都有海 就七个金山 那个七个海 在小五个小段就是七段 小城 这是代表七大 对七大 这边是南面 这边是南面 第二中就是二零零六年 第二中就是二零零六年 那个韩国人 韩国人导游 他是韩国鱼导游 他也是韩国人 在这边表演给他客人 看跑上保驾 对我们神不断动他滚下来 原来这里曾经发生过 意外 现在禁止攀爬是有原因的 其实我们在之前也说过 五个塔庙的建筑楼梯 为何要如此的陡峭 有一层寒意 也是要我们专心谨慎 朝圣要有一颗谦卑的心 不过到东边这一面塔的阶梯 就没有那么危险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古时候 国王要亲自走的王道 当然是宽敞又雄伟 连生活佛柬埔寨之旅 还有什么精彩的内容 欢迎您继续密切锁定 欢迎订阅